一场性侵遗云 最后在法庭唇枪舌战 新片圣诞玫瑰 集合影帝郭富城张震 和金马影后归伦美 而导演则是眼而又则倒的杨彩妮 经过四年筹拍 终于把这不可能的任务 呈现在大家面前 因为这一次他不单是一个司机导演 他也是自己创作出来的剧本 所以他对剧本非常了解 所以对这一次的合作 我想虽然我们是朋友 但是我在现场里面 我还是尊重他是一个导演 我觉得导演也没有分 新导演或者是一个人 集成的导演 他导演的话 他就是在现场 他就有这个责任 希望他能够把他自己的想法 也要呈现给关注 他是用一种快乐的方式 去表现他的严肃 其实在片场 我们其实很多在角色上面 会有一些想法或者是跟 就会有一些建议 想要给 想要给 传达给导演 所以你就只能 我的方式就是 如果在演的时候 我就先演 我干脆就先演 我要演的部分 然后如果他不喜欢 我再照着他的方式去演 好了 他是非常强硬的 其实 但你都看他就是笑笑的 然后很温柔的方式 没有啊 我觉得这样也很好啊 是 贵伦妹这次在片中担任唯一女主角 不但挑战下半身瘫痪 更要演出被性侵的挣扎 为了演好这个角色 入戏真的很深 花了很长时间 我拍这个电影开拍前 半个月就已经跟彩妮 做很多功课了 然后跟残障的朋友聊 他们被医生宣告 真的不能走路之后 他们的心情 或者是真的被性侵的女生 真的跟他们聊天 跟心理医生了解 他们的状态 所以我花了很长的时间 才能够到最后 那个角色 真的 好像真的自己经历了一趟的感觉 然后他会常常折 那个纸玫瑰给我 一下心会 对 然后就让我感觉 非常的诡异跟可怕 自然而来 我就不想理他了 但不会 但私底下我们都是 还是会常常开玩笑 我们在拍戏之外的时间 也会约着一起去吃饭什么的 都很正常 不让小美专美于前 每次演戏都很认真的郭富城 这次再次从造型就陷下苦工 他穿那个格子的衣服 我跟残障说 我觉得他也很有规矩 做一个事情 好像他一个风格里面 而且他人本身 他活在他好像那个风格里面 没有走出去 好像一个网 网着他自己一样 所以我觉得赋予给陈基天 那个角色我觉得也非常 非常差当 就彩莉也非常同意我的想法 就写进了这个人 这个外在的给他 所以一开始就是 盛利云伦演这个角色 一开始故事里面 他的角色也是 盛利云伦的角色 那个也是另外一个 那个可以拍另外一个版本 我真的觉得那个 另外可以拍一个版本 可以啊 好不好 你被性侵犯 可以啊 然后性侵犯你那个是张正 我不抓你了 我做 我帮你想另外一个东西 好 首度导戏就挑战 严肃的性侵话题 这是杨采尼的第一次 但绝对不会是最后一次 我是觉得人生可能会 大家遇到不同的事情 但是 看你怎么看 就是很多事情跟选择 都是我们自己可以去做的 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 生命里面一些课程 所以我很想把这部电影 展现给大家 然后希望大家看的时候 可以感动到你的心 就像导演说的是社会白胎 社会的小缩影 那希望大家看完这些电影之后 能够试着尊重不同的声音 然后关心身边需要帮助的朋友 对采丽来说 《生蛋玫瑰》是一个 寄疗心灵上的英文药 对不对 是一个药材 花疗 一个花疗 然后希望看完这部电影 你就把一个生蛋玫瑰这个花 好好旁生 放在你身边 如果遇到一些这样的 一些朋友的时候 你能够告诉他 看完这部电影 你就会得到寄疤 得到寄疗